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又创新天价了 你会发现 过了21,500点之后 今天行情的卖压比较明显 你可以发现说盘面上卖压 是集中在什么地方 比较大型的股票 你如果锁定我们的节目 第一个你可以发现今天台积电 它的股价出现一个压抑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吧 来 大盘过了21,500点 那今天来讲的话 主要在10点过后台积电 台积电的股价出现一个压抑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我们已经跟大家聊到了 这个时间点 大家你务必要知道 外资 外资从5月份就开始去加码台积电了 好 来 什么股票 它能够帮助你赚到涨停板 而且大盘在压抑的时候 你不会受到影响 昨天节目已经告诉大家了 第一个很重要的是 投信有索码 投信现在有索码的股票 它可以帮助你 除了520的行情之后 还可以一路的带你到6月份第二季的祭底作帐 好 我是摩尔投顾的陈俊炎分析师 G老师 我相信 你有掌握到我们昨天节目内容的关键 包含了 我们在LINE 小老鼠J78这边事先跟大家所发出去的关键的资讯 好 今天来讲的话 有投信所索码 而且跟台积电有相关的一档股票 今天大盘是受到压抑的 可是这一档股票不一样 你有加入我LINE的投资朋友 直接把你手机拿出来 手机拿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来对这个讯息 你手机里面有没有 来看一下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5月15号 好 昨天礼拜三的盘前 其实我们就已经跟大家来聊到 这一档的股票 这一档的股票跟台积电有相关 我们会跟大家在LINE 跟所有粉丝来做分享 也是因为外资在针对台积电 持股拉高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我要大家赚的是什么 投信有去索码的台积电好朋友 也就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今天大盘去压抑 然后台积电开高走低的卖压 是最大的元凶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 你在昨天5月13号 5月13号的盘前 你收到那个讯息 我已经把K线图给你了 你可以发现 这一档股票 它是持续往上来做攻击的 今天这种行情大盘受到压抑 但是这一档 我们事先在LINE所发送的 这一档的股票台积电 供应链 投信事先来索码 5月份大量吃货的股票 它是不受到影响的 来 所以关注我的LINE小老鼠J78 今天这个行情你就会看得到 为什么大盘过了21500点 我们这个时间点 所发送出来的讯息 一样还是可以帮助到你 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 而且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你绝对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拼命想要去买台积电 因为我们在LINE这边的讯息 早就告诉你 你要赚的 是跟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当然啦 当然你手中已经有拿到资料的投资朋友 除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提醒你了 我不要你去追红海 我不要你去买红海 我要你看的是 泛红海集团的子公司 大包含了我相信都说 这一路以来 大家有锁定我们的操作 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在运通财经台这边 送给所有新观众的礼物 来 这一份的资料 我们早就帮大家准备了 现在投信索码的股票可以帮助你 不只是520 520过后一直到6月份 这三档的投信索码股里面 我要特别强调你拿到资料投资朋友 你现在把资料拿出来 手机拿出来 因为你只要按照我们的通关密语 你现在手机里面就有这一份的表格 这一份的表格 如果你特别去看的话 这一档第三档的投信索码股 今天是大涨的 今天是大涨的 拉了一根长红棒 来 我不想说什么 不要等它涨停板了 我在节目上公开亮相了 然后你才说 哇 啊 标股就在你手中 黑马股就在你手中 结果一直看一直看不敢买 不晓得该怎么做 然后在市场去讲什么股票很强 你就去追什么 现在你用追股票的 真的 第一个大盘在创新高 你很容易会受到创新高之后的卖压的狙击 我来讲什么 不要说 教师的股票 有卖药我就不敢讲 来 上全 3363的上全 投资朋友 今天差一些涨停板 最高163块 差0.5元拉涨停 这一档股票你看节目用追的 尤其你是追在150以上的投资朋友 今天这种行情你会不会害怕 这一档股票 我们是从劳动节过后 在这个时间就已经跟大家 开放来索取黑马股 而且你看我的节目你都知道 投信他是4月份底部就完成吃货了 你现在看到标股 上全是昨天拉涨停 你看到涨停板 上全真的好强 真的会涨 今天开高极拉你真的去追的 你今天这个大盘创新高的行情 你是不是跟卖压一起被狙击到 我们这一份的资料 董监改选黑马股 明明是劳动节过后 我们在运通财经台 这一边放送100位的观众朋友来拿 5月的第1个礼拜 跟现在已经要即将进入520的行情了 中间差了多久 将近要半个月的时间了 半个月之前你该买的股票 你在半个月之后 你看到拉涨停 而且拉涨停是我们第二波操作的会员 已经赚到第4根涨停板了 我们的会员赚到第4根涨停板了 你半个月之后才发现这一份资料 我在验证的时候 你才发现这一份资料的股票真的会涨 你才去追 那今天这个行情创新高 大盘在压台积电 你是不是受害者 对啊 好的买点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就要积极动作啊 不是等到全市场都已经知道 他利多是什么了嘛 你再去做动作 再去看到拉高再去追 你是不是会吃亏 台北股市走这样的行情 走这样的格局 其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投资朋友你如果发现 其实2024年一整年 这样从年初到现在 其实不断不断的都是这样的手法 不断的重复在上演 来 这大盘的日线图 大家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大盘高点 已经来到了21515点 投资朋友 你如果 在我Lite早就已经拿到一个 所谓的关键密码 所谓的关键密码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 这个行情从这个礼拜开始 你去追那个涨停板 追那个利多释放出来的股票 有多危险 投资朋友 你有看我的节目加我Lite 你一定会知道 我们的节目早就提醒了 我4月份所释放出去的大盘关键密码 今天这个行情一开高就在眼前了 你知道那个关键密码就在眼前 你铁定不会在今天去追那个拉起来的股票 但是关键就是在你没有事先掌握住关键的资讯 所以今天大盘创新高 哇股票上权很强 拉起来你会不会去追150块的 因为昨天上权拉涨停 上权我在节目上跟大家验证了半个月的时间了 那个是劳动节过后 我们在这边就开放索取了嘛 你所有投资朋友都知道 我们最近上个礼拜开始已经告诉大家了 上权喷涨停板让你看到了 这一份资料里面游易党股票 他也准备要发动了 红海创新高拉过170 很多人在讨论红海会不会过200 红海会不会来到200块 因为外资还喊那个红海好像 好像非常乐观 我问大家一句话 因为我们在讲红海我就告诉大家一句话 红海你不会看到他涨停板 你很难看到他涨停板 但是你如果知道怎么去搭他的股价来赚钱 这一份资料 运通财经台的100位观众 这一份资料我在这边 释放100位观众朋友拿得到 上权已经让你验证了 利多在这个礼拜一盘前 新闻已经大公开了 这一份资料我们领先市场9个交易日 我现在告诉你说 红海这边你不要去理他 会不会到200 不用 里面有一档泛红海集团子公司的股票 最近准备要发动了 好来你可以看到 红海今天179块之后看到一个卖压打下来 你追177 因为17停留很久嘛 17停留了将近快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嘛 你去买红海17的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卖压最高让你赚9块钱 让你看到9块钱 除非你卖9块钱 你一涨股票 红海赚9000块你就要走了 否则杀下来你看到 现在只剩下2000块 投资朋友 来 那如果这一份资料你已经拿在手里面了 你知道里面有一档跟红海有关系的股票 现在在底部 而且它喷起来的时候比红海更容易涨停板 请问一下你要买红海还是买它 答案很清楚啊 G老师在这一边没有在买后炮的 只要认识我 摩尔头库 陈俊炎分析师 G老师的观众朋友都会知道 我没有在买后炮的 上全这一档股票 我们今年第一季的时候来 已经赚过它一段了 一个波段了 这跟所有你追踪我陈俊炎分析师 YouTube频道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因为这公开操作的 我从这个低档 一直讲到获利了结 这一波第二波的行情 4月底上全第二波的进场 我们已经把会员讯息找到节目上公开了 我们会员买在101块 成本最低在那边 那我相信就是说 你有追踪我的节目 有一档带我去月球 来 那个时候带我去月球这档股票 还是跌的 画面都可以作证 我希望说你看我的节目你要知道 你想要认识我 你可以去追踪我的Lite 小雅鼠J78 你可以直接到YouTube频道去搜索 我摩尔头库陈俊炎分析师的频道 你会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事先来做掌握 来 上全之外 如果相信你看我的观众朋友 你都会知道资料给你了 你现在想的不是上全 你现在想的是 下一档要标的股票是谁 那你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在母亲节之前 这个画面上很清楚 当时候这一档带我去月球的股票 它是下跌的 我们带会员逢低卡位 即便是拉起来当天还是收黑 今天这一档股票 它拉涨停板了 来 投资朋友 所有加我Lite的投资朋友都会知道 所有加我Lite的粉丝都知道 有超过200位 我们在盘中估计 然后有去算过 我助理有帮我算过 234位 有回应 带我去月球 他看到涨停板了 如果这个时间 你不晓得行情要怎么操作 投资朋友 你务必要知道 行情它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说 大盘上涨的时候 你不追股票 你知道底部接棒的股票 你事先来做卡位 大盘下跌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 盘面上面的钻石就在你面前 只要你不胡乱追高 看到利多才要去买 像上全一样 我们跟他验证多久了 你今天在昨天涨停板之后 你看到开高去追的 你会发现今天大盘卖压下来 你是不是中枪 来 这一份的资料 现在我还是持续开放 因为一直开放到今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 5月16号 那这一份资料 不可不知道的投信索马股 第三档股票 今天来讲是拉一根的藏红棒 今天是拉一根藏红棒 那会不会直接喷涨停 我不晓得 但是你资料在手 我相信就是说 你会知道我在讲哪一档股票 利用广告的时间 你把手机拿出来 搜寻LINE ID小老鼠Z178 加入程俊原分析师的好友之后 直接留言通关密语666 3个6 我们直接把这一份的资料给你 切记哦 已经有一档股票 今天出现大涨藏红了 还没有喷涨停 那另外两档的机会 就在你眼前 你可以拿到资料之后 在还没收盘之前 就好好做卡位 广告时间好好利用机会 小老鼠Z178 留言666 我们把资料送给你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投资朋友 这个时间点你要思考的是 行情延续到6月份 你该怎么赚 现在有时间点 我们第一站是在520的行情 520之前台北股市已经创下历史新天降 这个剧本你有看节目的投资朋友 我们5月份在这边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去年就已经发生过了 来到520 你要特别留意 因为520就是下个礼拜一 那行情出现震荡 你就要知道什么股票 它会在大盘520过后开始震荡 然后这个股票会接棒的 所以不要受到大盘涨跌影响 我们在节目上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时间点不管是外资还是投信 他们要做接棒的股票 用什么手法 来我们把跟大家验证了一段时间的上权 跟大家来做一个案例 做一个教学 小小的教学分享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已经把吃货成本的概念交给大家了 如果以月线扣底来做区隔的话 你会发现投信在底部 在吃货上权的时候 这个股价会涨涨跌跌 但是你如果知道投信在做什么 拉高它持股比重 而且它的成本设定的非常明显 你自然而然就会逢低 看到下跌就懂得 那个是买点卡位的时间 后面来讲的话 拉涨停的时候你就赚得到 你不必看到涨停板才去追 来 投资朋友 520总统就职 新的总统就职 现在这个执政党 什么股票会涨 如果我们以无人机的概念股 无人机的概念股 相同跟上权一样吃货的手法来看 有没有还没有喷发的股票 后面有机会的股票 来 投资朋友 如果是5371的中光店 我们聊到无人机的概念股 因为这个族群 它就是有订单 它不是光是只有军工题材 当然你知道无人机它现在运用的非常广泛 所以你把投信的筹码抓出来 投信从4月份就不断的去拉高 在5371中光店的持股比重了 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光店的股价在哪里 就在上权还没涨的那一个扣底的位置 吃货成本的位置 请问一下 现在这个还没有喷的5371的中光店 你如果看到上权的表现 中光店是不是要越来越接近520 或者是520之后大盘如果震荡 它反而会是接棒的股票 投资朋友 来 如果这样的股票不是只有一档 如果这样的股票 我已经带会员在卡位了 投资朋友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 我不要你去追已经涨起来的股票 上权我们劳动节过后 在这个节目就开始释放了 你有拿到100位观众 你都会知道上权你已经验证了 另外一档的股票跟鸿海集团有关的 我在节目已经一再呼吁了 一样的手法 一样的手法 我相信后续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验证 那现在我提醒你 相同的手法 我们在节目上一清二楚的告诉大家 而且我直接放送给大家 然后我提醒你 接下来族群跟方向是什么 我也告诉你 下一档直接要进场的股票 你特别要去留意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告诉大家 你看到上权 他的走法 我已经把手法告诉你了 如果无人机概念股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档 这些股票都还没涨 所有认识我的忠实观众都会知道 我没在马后炮的 我都在股价还没涨之前 都直接告诉你了 投资朋友 投信在亚航这档股票 四月份就开始吃货 一直到五月到现在还在说 投资朋友 他现在股价还没喷 可是一样在这个吃货成本区 一样投信还在说 来 如果这个族群接下来会接棒 你什么时候该买 很清楚啊 我在带会员买上权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告诉你 这份资料我送给你 当你拿到资料 你不晓得我会员在买 好 那你看节目来验证说 拉起来的涨停板了 确实我们比市场力多公开 领先了九个交易日 租租九个交易日 那现在我告诉你说 接下来你要思考的是 520过后会拉什么股票 我们已经把手法大公开了 因为它跟上权完完全全 一样在做复制 不只是投信 现在来讲的话 连外资也在做这件事情 相同的族群你要知道 有一些股票一模一样 都在月线扣底 法人吃货成本区 然后外资也偷偷在拉高 直股比重 来 这档8033雷虎 它也是无人机概念股 投资朋友 外资在做什么事情 它是不是就跟之前还没喷的上权 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如果这样的股票准备要喷了 我要带会员来做卡位 你要不要跟 你如果等到利多释放出来 你再去验证说利多不涨 太晚了 我在讲什么 礼拜二的盘后有一个很大的利多 来 四星KY的私募 他迎来了一个非常大咖 Amazon 进驻了 四星KY乃至于所有的矽智财股票 有没有大涨 投资朋友 来 我们大家都看到 这样一个大利多 在礼拜二盘后来爆发 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 我们早在母亲节之前 我一定告诉大家 这个系智财 系智财的族群 它是逃命坡的族群 你可以发现 当我们大家一起来验证 系智财 尤其是领头的 股王四星KY 大家来看 来 礼拜二盘后爆了一个大利多 请问一下这个利多 有没有帮助他股价往上喷 礼拜二盘后爆了一个大利多 四星KY有一个私募的大咖要进驻 Amazon 他老板是全球五大富豪之一 对他股价有没有带动 阿玛容要进驻 外资还在砍他 这个股票不是拉高要做逃兵 不然是什么 来 投资朋友 报对股票 报错股票差很多 大盘在创新高 你报错股票 他有破底风险 报错股票的话 你要知道 接下来后面的行情 会不关你的事 来 这么大的利多 系智财的股票 没有任何一天 是直接大涨的 如果你现在手中还有四星KY 智源 艾浦 创意 M31 不管是哪一档 接下来系智财相关个股的逃命波 你要知道 逃命 我讲得很清楚 逃命两个字 比如说你看到反弹 你要懂得哪个卖点出现了 你盘中要及时来做挂单卖出 然后要替你自己来做换股 我们已经选定了 所谓智源的救星 因为智源是套最多的 我希望说你系智财相关的个股 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来做换股 你务必好好把握 小老鼠J178 希望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可以好好检视自己手中的持股 尤其是系智财IP股的逃命波 务必好好掌握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